各位好,今天是9月4日,星期五 想說陳彥霖案,我一直都有跟 我莫名其妙,很…不知是直覺 我是很艱深這件案 當然,我查過案,有查案的人 我有讀過心理學,考過A等級 大一有多的,也有留意心理學的東西 什麼精神心理學類似的東西 我都喜歡留意這些知識 更加是我有讀法律,有慶治評論 所以陳彥霖案,我是特別關心和留意的 就是早兩天,上水的祭壇 現在已經七零八六了 但是既然有人在黑社會打傷人 因為有人在製造祭壇的東西 周梓樂和陳彥霖的祭壇 我相信適當時候又會開的 繼續有義工在那裡 我走過一定是站在那裡看一輪 有時候都要拍照 為什麼那兩晚第一次出現道獵 我也有去過,我也很觸動 我覺得可能有些神奇的靈異 我覺得是不是有人想我留意這件事呢 所以我的確是很留意這件事 我最不希望就是把它變成編劇 編劇去解釋這件事 但是這件事和抗爭運動 去年的抗爭運動有沒有關係呢 雖然傳媒就大力把他拉在一起 不是傳媒,是一般網上的人 我覺得都是似乎有關的 我直覺就覺得 但是客觀上的證據 其實就沒有特別清楚的證據證明 雖然他有參加過這些抗爭運動 但是他顯然也是一個普通的 甚至是性格的問題 或者精神上有一點問題 有行動上的行動的問題 叫做行動的問題 我一直去看這個新聞 為什麼我們要留意呢 因為去年香港出奇多了死亡的人 自殺死亡的人 不清楚死亡的人 比例多了 比例多了又不等於什麼 那些人都不喜歡的 因為傳媒得很重要 很多人說被老共暗殺了 暈了瘤屍體走 燒了 始終要有家人出來 始終要有公眾注意 很多不清楚死亡的人 可能家人不想多事 你們不可能強行說他 李寶生最近就走了出來 被人說他死亡的人 這些我是不喜歡的 你看我都不會做一些誇張的描述 但是有多少分事實 就做多少分分析 還有做多少評估 這個是客觀的 不能夠因為說 我一般情況 我相信多數都不是 就不可以假設 反過來不可以假設 老共沒有在香港做 這些殺人的行為 因為很多中國的問題專家 其實我說過了 他是會殺人的 老共是會殺人的 是有目的地殺人 而他不需要告訴你 為什麼要殺人 他只是製造一種 心理上的恐慌 給香港人 我覺得是有這個政治的操作在後面 所以是有些人是 死因是特別可疑的 我們必須追究到底 追究到底 要搞清楚這件事是基本的 其實 是不是 我是很遺憾 那些 over my dead body 那些混蛋 就是那個五十幾個百分比 出席率 逃緊身 這些 對這些就不緊張 那些人不緊張 因為其實他不是審很多人 你去聽都不太過分 你去聽 你出來解說 都是對的 幸好都是很多網媒很關心 很多媒體都很關心 那我們看那個 不用去現場 看多兩張報紙 看那個情況 我們都可以得到一個 比較清楚的picture 一般人都會用自己的主觀去代入去 我今天就比較悶 這個不是福爾摩斯式的 福爾摩斯式的視頻 但我想認真去分析一下 究竟他以我了解他 究竟是自殺還是被殺呢 我的結論簡單 初步我覺得他是被殺 因為說他會死的 由day one開始 你知道一般他是apputable的人 他老母出來說 說他精神有問題 說他精神有問題 說他有思覺失調 大家不要懷疑他有 因為精神科醫生說他有 有可能有 有這些跡象 但有這些跡象 我們都要留意 進一步問 有這些跡象的人 不一定會自殺 就算他是自殺 他不是淹死 這個 如果有思覺失調 突然跳了下街 你反而覺得正常一些 他不是要淹死 所以這些事情 你要分清楚這些 這些是事實 我們面前看到這些是事實 我們用這些事實去推理 究竟這件事是怎樣發生 這樣才是正常的 大家都曾經掌握知識 精神科醫生說他可能是思覺失調症 自殺的機會大於常人 但問得幾問呢 陪審團的官問得幾問呢 他說只是高於正常人 不是等於他會自殺 這個就要搞清楚了 高於一半機會 但是自殺的機會高於普通人一半 但是不等於是等於他會自殺 肯定就是他有所謂對落反抗症的問題 這些就是青少年那些粗行障礙症 這類的問題 這些問題不等於他會自殺 亦都不等於他自殺 可能有很多古怪的行為 可能他當日精神相當混亂 但也不等於他會自殺 而還有這件事就是最緊要他是不是自殺 文獻沒有記載 色覺失調會否導致一個人不懂游泳 這個就是我特別小心的 即是沒有任何科學證 他說色覺失調的人 據色覺失調發生的時候 就是陪審團問的 相當好的陪審團 相當肯問的事情 不會有任何醫學的文獻說 因為色覺失調 我色覺失調發作 很多幻覺 那我就不懂得游泳 這個很重要 因為你懂得游泳的人就明白 這個是本能來的 已經變成了本能 入到水 因為你會馬上說 入水 那你一定會去 那他跳海自殺 除非他不懂得游泳 他懂得游泳 最問題是 還好似參加游泳比賽 是高過游泳的水平 是能力高過一般人 好了 看法醫的講法 法醫說他兩邊的肺部液水箱 他有五百毫升 即是一邊五十 一邊五百毫升 那這個值 他說一般不會的 應該是兩邊差不多 即是兩個肺部沒有水 這個已經不是一個匿幣的人的常態 不太歲的匿幣 那屍體沒有傷痕 不能夠解釋他的死因 這個就是法醫看 即是幾個法醫 包括政府那個 合起來的見解 其中馬孫立是否應該 就說死者傳得感到非常不安樂 他覺得不安樂的意思是他不解 因為都要問他是否沖走了水 沖走了內爾庫 內爾庫是孤寂的身 尤其是漲了之後更加不容易沖走 所以不能夠解釋到為什麼 解放沒有所謂的直早測試 即是血液裡面有沒有微生物 但他也解釋過因為香港的情況 海水微生物是不多的 結果他很多時候做法醫都不會做這個 就是他鹽的血 就是看他裡面有沒有微生物在 都不會鹽的了 沒有測試 就不算是很正常 有些古怪 但是都不可以說等於什麼 這樣他也都說過了 很多情況可以令到人暈倒 但是不造成傷痕的 他同意是解剖結果 是證明不到任何一種情況 即是他又沒有傷痕 沒有特別的傷痕 但是可能是證明他 即是他已經死了 或者他很容易死 然後才扔墨碎 都可能 最糟糕 現在你連解剖都不清不楚 他死因不清不楚 好了當日見到他有思考失調的情況 唯一就是我們不能夠因為假釋個人 即是以我了解的有限的心理學常識 一個人心理學出了問題 不等於他會自殺 他自殺了 看他用什麼形式自殺 如果他跳樓 那你就容易屈他自殺 李岸陽式的自殺才是怪的 李岸陽還說有些可能 即是醫學家說他有可能 我自己吊死自己 吊死自己 在窗裡吊死自己 還有一兩個專家說有可能 這個情況是完全不解的 好了 如果我們回頭 為什麼他會死得這麼神奇呢 是不是有人安排了局 要他死 然後製造一種社會控方 他有其他的association 就是他曾經參加一個反戰衆 他出事的時候 新聞媒體突然很留意他 就是因為這些事情 全部都是不正常的情況 到現在竟然都是找不出他的 清清楚楚找到他的死因 是不是 可能如果是有更高的力量 在背後 在更強大的力量在背後 可能就永遠不是的了 還有警察為什麼這麼快 燒了他的屁股 說是自殺呢 警察憑什麼決定他自殺呢 這個就是疑點所在 也是重要的疑點 這個人就不阻止死了 你說 那你是不是知道他 是否老共殺了他 沒有法子證明 但是我們不能接受 他是正常死亡的意義 我們更加要明白 老共是會用這些行為 嚇我們 如果我們用政治的角度來看 老共是在製造這些恐慌 給香港人 事實上也是 比如說黑社會出來打人 然後說黑社會的政見不同 很忠用這些手段 如果是的話 他就是死於非命 我們不要隨便定性 他是神經妹死了 對他就不公道 但我們也沒有辦法找到誰殺他 但不要找不到 你不可以說老共殺他 我們整個環境去推測 得出個結論 老共殺他是不奇怪的 我得出這個結論 我是合理的 問題就是 我不是警察 我不是警察有那麼多專家 查案的專家 我可以去查清楚這件事 他們有 但是沒有查清楚 就結了案 這個也是大異點 本身是大異點 當時已經吵得這麼嚴重 即是說 拜小條司 社會吵得這麼嚴重 你說 你屈 屈共產黨 屈政府做這些事情 那你更加要小心 結果有人查清查楚他 當然他老母 我也解釋過了 不等於他老母 就是牛殺他 沒什麼跡象顯示他老母 那個是他老母 法醫都認得他 驗那些影子 看見他的樣子 但問題呢 問題呢 當然他老母的老公是警察 就是令到他作工 較為專業 我們都覺得這個是疑點 但是也不等於什麼 但是背後會不會需要查清楚 有其他因素呢 當然他有沒有被性侵呢 就說他的陰道裡面沒有東西 但也因為他跌到水那麼久 那沒有都是正常的 他已經是一個大的疑問 這個我們一定要追究清楚 如果我們不追究清楚 這些事就會發生 還有一件事就是 我們不要被這些事嚇倒 不要被這些事嚇倒 社會上會可能出現這些事 也都可能繼續有這些事出現 我們更加不要被共產黨得逞 就是找這些事嚇我們 就是製造一些不清不楚的死亡事件 還有周知樂就更加 我們還有一個特別大的疑點 就是警察很介意我們去追究這兩個人的死亡 就是因為警察很介意 我們更加要 有各區有制裁 一定會有很多黑社會的警察去掃牆 這些情況敵不正常 是不是 就是這樣 我們更加要不要放過這些事 更加要特別留意這些事 好了 其實不是很開心的 講這些事情 但這些事情是要講的 大家不要隨便忘記 要不然我們幫不了這些可憐的人 或者幫不了這些年輕人 都好 我們還有一件事去做 就是我們拒絕承認 拒絕遺忘 拒絕求旗 這樣就算了 是不是 我們不肯求旗 就永遠追究下去 直至可能 深刻某一人 真相會給我們知道 解密 尤其是我們香港革命成功之後 就掀了那些file 警察的file出來 或者有警察 有人會走出來講 當然是上司叫我掀了一盆東西 叫我說自殺算數 很多事隔幾十年才知道 但是如果沒有人理 就算了 就會消失了 但是如果你在追究 事情就不會完 不會完 的時候 就變了還有機會 我們得到真相 好了 今天就講到這麼多 周末 大家周末愉快